你没事 顾廷琛神情慌张 但当他看见我安然无恙时 整个人才放松了下来 他走进浴缸 用手试了试水温 水凉了 我帮你重新好 看着顾廷琛忙碌的背影 我的眼泪 又开始不自觉地往外流 怎么收都收不住 生儿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带你去医院 顾廷琛 你爱我吗 爱 可爱很爱 如果我死 能让你的病好 我已经 可是你爱得太晚了 我没有时间了 有 生儿 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 生儿就不会有事 都会过去的 生儿 你的后半生 可以交给我负责吗 你还会伤害我吗 我发誓 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伤害你 我会时时刻刻 纷纷描描爱你 保护你 我愿意 再试试 我和顾廷琛 有太多悲伤的事了 我想通过这一次 让我们的感情 甜一点 生儿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再说一次 我想要再爱一次 给我们的感情 补点糖 文言 顾廷琛欣喜若狂 抱着我转了两圈 我被他转得头晕 忙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 生儿 我 爱你千千万万遍 阳光洒进我屋 手机铃声响起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看见顾廷琛 正在拿着我的手机 编辑短信 我迅速爬起身 从他手里夺回手机 顾廷琛一惊 有些作贼心虚 你在做什么 生儿 你以后不许给其他男人发信息 你在说什么 我一脸懵逼地打开手机 顾廷琛想要夺走 而我一个眼神 他被停止了动作 我垂眸一看 居然是习战和顾廷琛的危险交锋 二哥是什么样的人物 顾廷琛真是不要命了 我故作淡定 内心一晃 随你 等着 顾廷琛 我坐在沙发上翘着腿看书 顾廷琛跪着流连 一手试图要摸我 我一看他 就收回手 生儿 我错了 你错哪了 我不该翻你手机 就算我知错 我也得憋着 所以你委屈了 你没有自个委屈 我错了 稍微你原谅我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习战是我二哥 不管别人对他什么态度 但他从未伤害过我 可是他很危险 一日为二哥 终身都是 就只是二哥吗 二哥只拿我当家人 从来没有越过线 二哥护我 是拿我当家人 从未越线 那生儿呢